你说说那个 说什么 我没有说办不了事 不是朋友 我只是说你对待朋友 你要有一个度好吗 主持人他经常把我说的这样 无语 上次我过生日的时候 我们俩本来说好的是 我俩就单纯地吃个饭 我这个人比较慢热 我不想在公众场合 成为别人的焦点 特别尴尬嘛 然后他那天就去海底楼 给我过的生日 吃着吃着饭 他说去上厕所 然后回来的时候 带了一帮人 过来给我过生日 然后唱唱歌 也就算了 他拿着个麦克风 让我也唱一首 弄得我下不来台 你那叫下不来台 其实我也下不来台 他平常在KTV唱歌的时候 我们一起出去玩 他咔把人家那话筒 直接抢过来给他唱 我那个时候 怎么没感到 你非常的尴尬呢 那去海底楼 过生日的时候 我那不想给你一个惊喜吗 你当时怎么做的 你直接那脸直接大了下来 我跟那服务员 我们不尴尬吗 我们还能那么高兴地 给你唱歌 那你得理解一下我的感受 好不好呀 我哪没理解你 我觉得你那样会开心啊 你平常在KTV唱的那么开心 我心思上 你能给大家也唱一首呗 那你过生日的时候 你拍照的那回事 那也是我的错吗难道 那就是你没有上心吗 主持人 我跟你说吧 他过生日 他就想着是拍一套写真 他生日十月过 然后十月份 开始工作在那挑地方 我说我这工作 确实不定性比较高一点 因为我不知道人都有什么事 我只能就近安排时间嘛 然后我就说 你到那个点 你再跟我说 我要让他自己先挑 他也没挑 他说他在等着我 还有一周的时候 又没有地方了 然后他又嘟囔我 因为这个事差点分了手 我那是没挑嘛 我给他发了 因为当时都没确定吧 两个人的时间 我就寻思着 我先看看场地吧 结果呢 我给他发了好几个场地 他当时特别敷衍我 然后就说 行 好的 行 好的 你看吧 我哪知道他没看呀 结果到最后人场地没了 我就问我说 你当时觉得哪个好看呀 他说 你在跟我说什么呀 我说就当时 给你发那几个场地呀 他说 什么场地呀 我当时就挺生气的 然后他骂了我一句 他说 你不拍照你会死啊 就当时特别凶地 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当时就 我就不想跟他说话了 当时 他说你身为一个男的 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 你也不能一直赖我呀 对不对 我没有赖 我只是说 我想让你多耍耳心嘛 哪有你那么说 你就是 小毛病太多了 就说你知道吗 他平常是一个 特别能熬夜的人 他早上不起床 晚上不睡觉 早上不吃饭 反正是生活挺不规律的 我就是生活一个 还挺规律的人 我就正常睡觉 正常吃饭呗 我早上又不需要起床 我那工作 不就是从下午开始的吗 然后我跟你不一样呀 你早上起来还得抱怨 你边吃饭边抱怨 你还在那睡懒觉 你说你让我起来干嘛 你们俩哪有一点 能在一起 再往下走的动力呢